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25号上午 南都记者从江戈的母亲江秋莲处获悉 原定于6月30号在青岛法院开庭的 江秋莲起诉刘欣生命权纠纷一案 因疫情原因 原被告代理律师均无法案期倒停因素 与此同时 被告刘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表示 因疫情正在居家隔离 法院对原定庭审时间予以顺言 具体的开庭时间还有待法院另行通知 据南都此前报道 2016年11月3号凌晨 就读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江戈 在日本东京中野区公寓 被闺蜜留心的前男友陈世锋杀害 被告人陈世锋后因犯 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 被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 有期徒刑20年 对于案发时 留心在江戈遇害时 据开门的争议行为 2019年10月28号 江戈的母亲江秋莲 因江戈被害事宜 起诉留心生命权纠纷一案 在青岛城洋区法院立案成功